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一生印刷小學堂 最近呢 因為疫情期間 許多客戶給我們反映說 我的家裡空間不大 然後我的工作室其實也不大 那我們可以做一些什麼客製化的大型的毛巾啊 抱枕類的 舉例來說 像我們這種滿版T恤 還有我們這種長型的枕頭套 還有我們這種長型的抱枕 要用什麼設備來完成呢 其實只需要兩種設備 一個是我們的輸出機 以及我們大型的轉應機 然後我們的輸出機呢 基本上我們會採用的是 Epson F530 以及我們的一生 60x100 時空平躺機 這兩台設備呢 我們所需的空間 基本上只要二至三平的空間 我們就可以來完成我們的設備 那接下來呢 我會來跟大家介紹這兩台設備的使用方式 以及我們的操作流程喔 好 那我們接下來製作我們34x75公分的運動毛巾喔 那我等一下會先來選擇我們五檔 然後來印製我們的輸出 然後再到我們的平躺機去做燙印這樣的部分 好 那我們接下來輸出我們的熱身滑轉應值 那在輸出之前呢 我大致跟各位介紹一下我們F530的一些功能 它呢 雖然是整卷的輸出 但其實呢 如果呢 我本身已經沒有A314印表機了 它其實是可以單張放直的 我們也可以幫A314專用熱身滑直去做輸出 然後F530呢 比以往的一些A314的熱身滑印表機輸出的還來的快許多這樣子 那我們等一下就按我們的輸出 讓我們的圖來跑 好 我們也把圖放這邊下去輸出 好 在它印製的過程中呢 我來補充一些F530的優勢 基本上這台呢 為什麼我們要選擇這台呢 因為它才可以整卷的輸出 我們一般A314印表機熱身滑是沒辦法整卷的輸出 然後呢 它基本上它是全機有Epson的原廠保固一年這樣子 所以呢 選用它 它其實非常的好 而且它印製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好 那我們用F530印製完我們的圖桿呢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把我們的齒將熱身滑到我們的運動毛巾上 那我們所使用的設備是 我們Epson 60X100 磁控平燙機喔 它基本上可以設定溫度 然後可以設定壓力 也可以設定秒數 基本上我們等一下操作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壓下去 時間到它自動會彈起 對 那我們來操作給各位看囉 好 首先我們將我們的運動毛巾鋪上 鋪上之後呢 我們把我們的齒蓋上去 對齊好我們的位置 對齊好之後呢 我們會鋪上一個耐熱片 這叫西地方片 威格呢 跟我們的60X100是一樣大的 直接鋪上去 鋪完之後 我們把我們的手機推進去 推進去 我們這邊呢 有事先設定好壓力 我們持續壓下去 然後吸住 它是磁吸式的 它吸住之後 它時間會到齊 到齊完成時間到它就會自動開盒 現在三秒會叫 然後它會開盒 然後我們就 將我們的這個 抽出來 然後一步一步 先把西地方片 抽起來 然後將我們的衣服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 轉音過後的紙 有沒有 顏色都吐到我們的毛巾上 好 現在我們印製完成囉 來我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滿版毛巾 是不是非常的厲害 然後 歡迎各位如果對這個設備有需求 歡迎找我們喔 中間開 vibe 沒錯 我們從完成嬉 幫忙 很麻煩 N